7月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篇 史上最全日本精英管理签证办理流程的全揭秘 本意是教大家完全DIY日本的签证 但结果就是 因为那篇的发布 大家的问题反而更多 也许是应了那句 知识的岛屿越大 不值得海岸线越长 今天这篇 我们统计最近两个月来 大家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 来个2022年版 日本精英管理签证常见问题解答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什么人适合精英管理签证 精英管理签的概念就不用重复细说了 一言以蔽之 就是你来日本开办公司 获得长期的签证 至于适合什么人 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 1.确实来日本想要创业想法的 比如在国内从事中日贸易相关的 或者想做部分产品的产业升级 将品牌换成made in Japan 2.想带孩子一起来的 3.年龄太大 不能走留学的 4.学历和专业不对 拿不到工签的 5.单纯喜欢日本的 6.全球公民 希望多个身份的 至于为什么是这六种 对比其他的日本长期签证就知道了 留学签证只能孤身一人 工作签证需要专业 需要日语 配偶签证 需要爱情和缘分 各有限制 精英管理签 不论年龄 不论身份 不论专业 不论日语水平 就一个要求 钱 只要钱到位 玻璃全干碎 富裕阶层 从来都是信奉 鸡蛋不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全球身份 2.精英管理签需要多少钱 这个问题 其实的潜财词是 我兜里多少钱 可以琢磨这个事呢 网上有和你说 理论上50万 100万 200万 那全都是理论 那我干脆说去得罪人的实话 现金至少200万 固定资产至少800万 地狱这个数呢 真别琢磨 创业本就是高风险项目 还是来一格创业 粮草不足 很容易患得患失 为首为脚 但凡有点小风浪 就容易心态失衡 一家人的开销 加上维护公司的费用 在确保正常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怎么也得个 三五十万人民币一年 兜里没有个 五年以上的 维持生活开之前 这时候来谈创业 对自己 对家人 都不负责 具体想知道怎么算的 可以看之前的那期视频 日本精英管理签证 每年要花多少钱 三 这个签证的福利待遇 和日本人有哪些区别 区别 基本上只有两点 政治上没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住房贷款上 不能享受日本0.5%以下 那几乎不要钱的 35年超长贷款 除此之外 医疗 教育 养老 住房都一样 甚至你能申请到的补贴 和补助都是一样的 疫情期间 日本给全体居民发钱 意思是 你只要长居日本 不论是本国人 还是外国人 一视同仁 一样撒币 这时候 某位优秀的奖性突发男士 应该有所发言 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手段 这么多吗 给灾民发粮食 至于有朋友好奇 凭什么日本这些福利 会同样发放给本国人 和长居外国人呢 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 但我想反问一句 为什么不 外国人一样纳税 一让守法 公司经营给日本人 创造了就业机会 日常消费 就算是去风俗店 都给了消费税 公职人员 就是用了我纳的税养着的 怎么的 总不能我交钱 还得当孙子吧 四 这个签证一定得买房 这个问题 三年来 我们被问了一千来次 也回答了一千来次 我倒是要看看 什么时候 才能打破这个房市迷信 我再说一遍 基因管理签证和买房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除非你准备来日本 开个房地产公司 至于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迷信 基本就两点 一是欧洲那边 确实很多国家的房子 要跟签证挂钩 你高位接盘我房价 我就给你对应的 公民身份和福利待遇 二 也许大家固有的观念就默认了 房子天然应该绑定 住入教育养老医疗乃至身份 但这些绑定 在日本还真没有 租数同权的制度下 有近三成的人 终身都会租房住 所以 一旦有人和你说 一定在日本买房 才能办理金管理签的 吐他娘的一脸口水 拉黑吧 五 多久拿绿卡 直接上官方说法 五年内纳税三年 即可在第五年申请规划入籍 十年内纳税五年 即可在第十年申请永住 纪绿卡 前提是每年离境不超过半年 每次离境不超过三个月 否则不视为日本的税务居民 无法累计年份数 经营签和工作签都是要纳税的 留学生不算 还有一些收入方面的限制 一般情况下 低于300万日元的年收入 是申请不了日本身份的 毕竟今年开始 日本的最低时薪都1000日元了 按照一天工作8小时 一个月工作20天来算 一年的收入都有240万日元 你说你开个公司 都快和低保护持平了 人家只要你在拉动投资 创造就业的 你直接想要入籍混福利 放眼全球哪个发达国家 都不能认吧 另外还有高度人才签证 80分以上 一年就可以去申请永住 机制略复杂 这里不展开讲 有兴趣 我单独开一期来聊 6 办理这个签证需要多久 这个问题在史上最全的 日本基金管理签证办理流程的 全揭秘这期有过详细的说明 直接说结论 从准备成立公司 到正式拿到再留资格认定书 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签证 以前需要半年以上 目前大约去到2-3个月左右 为什么这么快的原因 日本政府没有明说 但我们和很多朋友讨论过 这应该和疫情有关系 日本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创业者 来日本拉动 受疫情影响的经济 所以说今年的速度 是2-3个月 明年是否恢复到 以前那种速度 还不知晓 7 经营签能否带配偶子女一起来 需要多久 直接回答 能 经营签证作为主签 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持家族志在签证 这个是可以在提交 经营管理签证时同时提交的 最终如果经营签审批合格 家族志在的签证 同步审批发报 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日本的纳税和保险 可以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只用配偶一方纳税交保险 全家人都可以享受 没错 医疗养老全都是 也就是交一份钱 拿两个退休金和两份医疗保险 并且如果配偶是家庭主妇 还可以帮丈夫节约税款 这个操作缓解很多 有机会 后面和大家来聊 8 可以带父母过来养老吗 理论上不可以 日本所认为的家庭 只任何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父母不算在内 所以想要带父母养老 除非再办理一份 经营管理签证 当然也有例外 如果夫妻之间怀孕 政府出于人道主义 是可以让夫妻间 一方的父母 过来帮忙带孩子 比如爷爷奶奶 比如姥姥姥爷 让爷爷加姥姥爷成 但不能四个人都过来 但你可以假扒 三年到期后 再生二胎 理论上 你愿意一直生 父母就能一直留下来 而且因为少子化问题 日本政府对于催生这件事 无所不用其极 生孩子 几乎所有医疗费用全报销 孩子出生后 每个月的生活补贴 成年之前的医疗免费 种种来说 如果你只是想要孩子 过普通人的生活 几乎不存在抚养压力 但如果你想要经营教育 不好意思 这是个军备竞赛般的吞金手 多少钱都能砸进去 9 如果拒签怎么办 关于这个 我们实在是没有经验 毕竟还没有失败过 这不是吹嘘 而确实没有什么失败的理由 这个签证 本质就是你来日本创业所获得的签证 只要你是真的开公司 没有违法的犯罪记录 没有黑社会前科 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 拒绝一个来日本投资 并且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高净值人士 但确实会有一些中介 也皆有一些问题人士 或者说 干脆资料造假的来 这种情况 我只能说一句 哥们 别来了吧 日本是个诚信社会 一旦发生信用问题 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 当然 如果是开始提交资料有错误 正常重新提交就行 但切记 别前后资料矛盾 还是那句话 造假就别来了 10 日本值得来吗 对于这个问题 再次统一回答 但凡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那么日本 绝对不值得来 至于原因 不聊政治 不聊福利 不聊人文 而最简单的道理 移民或者长居某国家 之前你至少得对这国家 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和了解后才做决定 如果这点都没想好 那就压根不用琢磨 最后 以陶杰 杀安春的少女中的一段话 作为结尾 当你老了 回顾一生 就会发觉 什么时候出国读书 什么时候决定 做第一份职业 何时选定的对象而恋爱 什么时候结婚 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 只是当时站在了山岔路口 眼看风云牵牵 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 在日记上 相当沉闷和平凡 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 普通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